看第四节应纳税额的计算 这也是消费税这一章当中 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部分 尤其是在我们的计算题和综合题当中 那么他会经常考察消费税的计算 或者说把消费税和增值税进行一个结合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依据他的三个最重要的纳税环节 包括生产销售环节应纳消费税的计算 委托加工环节应纳消费税的计算 和进口环节应纳消费税的计算 我们在预科班的时候 主要就是讲这三个环节 至于零售环节和卷烟的特殊的在批发环节纳税 我们在基础班当中再为大家详细的讲解 好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生产销售环节应纳消费税的计算 生产销售环节呢 我们又把它分成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最简单最直接 但是考试当中往往考的比较少的 就是我们生产出应税消费品以后 直接对外销售 直接对外销售意味着它有一个销售额 还有一个销售数量 所以我们依据不同的应税消费品 如果是重价定率的话 就按销售额直接乘税率 如果是重量定额的话 就按数量乘以对应的定额税率 如果是复合计税的话 那就是销售额乘税率加上销售数量乘一定额税率 这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要看的是第二种涉及到生产销售环节的 我们把它称为叫自产自用 那么大家注意啊 这个自产自用 自产是比较好理解的 自己生产的应税消费品 自己使用 关键就在于这个用字上 自产自用的用 那么这个用途呢 我们可以说多种多样五花八门 我们在用途上把它归纳为三种情形 这三种情形呢 它的税务处理是有差异的 第一种自产自用呢 我们假设 你是把自己生产的润滑油的基础油 那什么叫润滑油的基础油啊 那润滑油的基础油呢 它也属于消费税的我们的应税范围 就是我们用自己生产的润滑油的基础油 如果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话 对它的表述 我们前面是自己生产的应税消费品 润滑油基础油 然后我连续生产的仍然是润滑油 所以前面是润滑油 后面是润滑油 对于这种自产自用 在这个环节 大家注意 增不增消费税呢 注意 既不增消费税 也不增增值税 为什么 其实道理很简单 你如果用润滑油的基础油 连续生产的仍然是润滑油 润滑油再往外卖的话 我在这个环节增消费税就OK了 相当于对前一个环节的基础油 也增消费税了 所以它不涉及到一个税款的流失的问题 对吧 所以如果是用自己生产的应税消费品 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话 在自产自用这个环节 我们是不涉及到消费税的 第二个 如果是将自己生产的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非应税消费品 所以大家注意有一个字叫非应税消费品 那么前面是自己生产的应税消费品 后面生产出来的变成一个非应税消费品了 我们举个例子 你假如说我们用润滑油的基础油 它是一种应税消费品 对不对 然后我们加工出来的是什么呢 如果是变压汽油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在上次课的时候就讲过 变压汽油 它属于绝缘类油品 那绝缘类油品呢 它不属于我们消费税当中的润滑油的征税范围 对不对 所以它是非应税消费品 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注意 你的自产自用 我们就要征收消费税了 道理很简单 如果将润滑油用于生产 我们的变压汽油 如果在这个自产自用环节 我们不征消费税的话 将来这个变压汽油再往外卖的话 由于它是非应税消费品 它是不征消费税的 那就导致我们前一个环节 应税消费品的自产自用 没有征 后面也没有征 是不是消费税款可能会流失啊 所以对于这种情形 我们就规定了 如果是企业将自己生产的 生产的应税消费品 用于连续生产非应税消费品的话 在资产自用这个环节是应该征税的 第三个资产自用 就是除了将自己生产的应税 应税消费品用于以上两个方面以外 而用于其他方面的 什么叫其他方面呢 自产自用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增值税上 经常所说的叫什么 叫适同销售 将自己生产的应税消费品 用于对外征送 用于集体福利 用于个人消费 是不是都是适同销售啊 所以如果是自产自用的第三个 用于其他方面 消费税是一定要交的 适同销售 既要交增值税又要交消费税 所以这里边呢 对自产自用啊 核心大家首先从性质上要分 这样三种情形 那么在这三种情形当中 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自产自用定性上 我们已经区分出了 哪个应该交消费税 哪个不交消费税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将自己生产的应税消费品 自用的话 那我要确认增消费税的话 销售额怎么确定呢 所以是个定量的问题 尤其是将自己生产的应税消费品 连续用于其他方面 是不是适同销售啊 那适同销售 你就要有销售额 销售额怎么确定呢 我们在增值税的时候 学过自产自用的销售额的确定 我们回忆一下 如果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 有同类应税消费品的销售价格的 按同类消费品的价格计税 我们用很多种销售价格 高高低低不同 平均价很难确定 那就按加全平均价 如果连平均价也没有 这个时候才涉及到 我们经常所说的 叫组成继续价格 就是我们既没有同类产品的售价 又没有平均价 这种时候我们就要用什么了 就要自己动手去组成一个价格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在讲增值税的 市通销售的时候 也讲过组价的概念 那么增值税那个 组成继续价格的公式 你还记得吗 我们在增值税那一章讲的时候 说增值税的主价 等于成本价利润 所以你对比一下 你会发现 如果是应税消费品 它发生市通销售 没有同类价格 没有平均价 需要你求主价的话 是成本价利润 又多了一个什么呢 再加上一个消费税 也可以写成 成本价利润除以一减消费税税率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一个交应税消费 交消费税的货物 它的价格应该由三部分组成 哪三部分呢 成本利润消费税 因为增值税是价外税 消费税是加内税 这个公式又可以推导为 成本乘以一加成本利润率 除以一减消费税率率 我们平时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公式 当然有同学会说 老师这个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 我不是很理解 你首先要知道 我们用这个公式推导出主价以后 用这个主价 或者是平均价确定的销售额 我们乘以税率 是不是就是我们消费税的应拿税额 那这个主价的公式 到底怎么推的呢 这里面用于时间关系 我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一个应税消费品 如果它是交消费税的货物的话 它的价格应该由三部分组成 成本 利润 消费税 这个你要理解的话 我们就通过这个公式 就可以推导出来 我们消费税的主价公式 我们把消费税 挪到等式的左边 就变成了主价减消费税 等于成本加利润 那主价减消费税 又可以写成什么 价格减去价格 乘以消费税率 是不是就是主价减消费税 成本加利润又可以写成什么 成本乘一加成本利润率 那么主价减主价乘以消费税税率 又可以写成主价乘以一减消费税率 然后我们把一减消费税率 往等式右边一移 就得出了我们现在这个公式 组成利润价格 等于成本乘以一加成本利润率 除以一减消费税税率 就是这么推出来的 所以你考试当中即使记不住这个公式 你只要记住 主价是由三部分构成的 成本利润消费税 你就可以能够推出我们最终的公式 这是在从价征收的情况下 我们主价公式的推导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的消费税的计税方式啊 既包括从价征收 又包括从量征收 还包括负荷激增 因为从量征收 跟我们价格没关系 所以它不涉及到 主价的确认 但是复合即征的产品 主要指的是卷烟和白酒 他们是不是对价格 也是需要按价格 再增一道从价的消费税的 所以呢 他也要考虑什么 考虑他的主价公式 所以卷烟白酒的主价公式啊 大家注意更特殊一些 因为他是既从价又从量的 这样的一种征收的应税消费品 所以大家对比一下 我们前面讲的主价公式 是从价征收的应税消费品的主价公式 现在我们看到的主价公式 是复合即征的主价公式 白酒和卷烟的主价公式 和前面讲的从价征收的主价公式 你对比一下 哪个地方不一样呢 成本加利润 加上自产自用的数量 乘以定额税率 然后除以一减消费税的税率 所以大家很明显了 我们复合即征的主价公式 跟从价征收的主价公式相比 就多了一部分什么 一定要注意 是在分子上 多了一部分 从量的消费税 听懂了吗 就多了这一部分 如果不是卷烟白酒 是其他从价征收的 就是成本加利润 除以一减消费税率 如果是负荷即征的 卷烟和白酒的主价 就是成本加利润 加上重量的消费税 除以一减消费税率 然后我们把前面的内容呢 简单做一个总结 有助于大家理解 我们讲的是 自产货物对外销售 那么它的涉及到的 消费税的处理问题 如果是自产自用的第一个 将自己生产的货物 用于生产应税消费品的话 我们说既不交增值税 也不交消费税 因为它这个生产环节 还没有完全完成 第二 将自己生产的应税消费品 连续生产非应税消费品的话 注意 对于增值税来说 仍然是生产环节 还没有完成 对不对 所以不增增值税 但是一定要增消费税 道理已经很清楚了 这个环节 自产之用我们再不增 下一个环节 是不是就增不到了 第三个 将自己生产的应税 消费品用于其他方面 我们刚才总结过 其他方面实际上就是 视同销售 对不对 那么为了更准确的 让大家掌握这部分重要的内容 我们要把前一节 所讲的特殊技术 依据当中的一个内容揉进来 就是你的视同销售行为当中 我们又可以把它 一分为二 你的视同销售行为当中 我们把三种行为是交出来的 大家看这三种行为很熟啊 将自己生产的应税 消费品用于换取生产资料 消费资料 抵藏债务 投资入股 是不是我们前面讲的 将应税消费品用于换抵投啊 如果是用于这几个方面的话 大家注意 它也属于视同销售 但是为什么把它单独列出来 因为我们前面在讲特殊 计税依据的时候说过 他们算消费税是按照同类产品的最高价 而算增值税的话 是首先按平均价 没有平均价才按主价 所以它在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计税依据上 是两税两价 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是不是讲过呀 就是因为消费税的计税依据的特殊性 所以我们要把它单独的提出来 当然 如果将自己生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了除了这三个方面以外的其他方面 什么提供劳务赞助 无偿赠送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奖励 广告样品等等 如果用于这些方面的话 OK 不管是增值税还是消费税 注意 不存在按最高价了 都是首先按平均价 没有平均价的按组成计税价格 至于主价的公司 我们在前面也讲过了 所以这个表格呢 是对资产资用这个环节呀 它消费者计算的一个总结性的梳理 非常的重要 这是第一个环节 资产资用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更重要的一个环节 叫委托加工的环节的应拿消息的计算 如果让王老师给你排序的话 资产资用 委托加工和进口 如果让我给你排重要性的话 第一位的就是委托加工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 委托加工的消费者的计算 每年是必考的 不管它是出在客观级 还是出在计算级 不管它是出这个小计算 还是大综合 都会涉及到 那么讲这个委托加工的消费者计算呢 首先我们要定性 大家一定要掌握的一点就是 什么是消费罪的委托加工 委托加工 它指的是由委托方提供原材料 主要原材料 而受托方呢 只负责收取加工费 和带电部分辅助材料 然后进行加工这样的一种行为 为什么叫委托加工呢 你一定要注意啊 原材料是谁提供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主要原材料必须是委托方提供的 你收托方 你收你的加工的费用 这是你的权利 所以 记住消费税的委托加工 最主要的核心的一点 核心的一点 就是原材料是谁提供的 主要原材料是委托方提供的 它就是消费税的委托加工 那有同学说 老师难道还有别的委托加工吗 我们要知道在实物当中啊 有很多企业 它其实并不是委托加工 但是它把自己伪装成 打扮成委托加工 我们把它称为叫假的委托加工 至于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成委托加工 无力不起找 肯定是有好处 尤其是税收上 我不跟你详细介绍了 我给大家列举一下 以下三种行为就属于假的委托加工 那在消费税上 它就不属于消费税意义的委托加工 第一种情况 由受托方提供原材料生产的消费品 听懂了吗 委托方 委托我给他加工红酒 然后我说了 葡萄我自己提供 然后我加工成红酒 加工成红酒以后我再给你 那我问你 这还是委托加工吗 原材料是受托方提供的 原材料用自己 受托方用自己提供的原材料 然后加工成成品 然后再返还给委托方 我问你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这就是一种自制产品 对外销售的行为 根本不是委托加工 因为你原材料 根本就不是委托方提供的 对不对 第二种情况 也是一种乔装改办 由受托方先将原材料 卖给委托方 再接受加工 其实就是为了骗水污机关 受托方 我买的原材料 买了葡萄 卖给委托方 然后再从委托方那 接受这批葡萄 加工成葡萄酒 你这不是闹着玩吗 所以这也是假的委托加工 第三个 由受托方以委托方名义 购进原材料生产的消费品 这也是什么 这叫 以委托方之名 购原材料为形式 而实质上是谁购的 是受托方购的 所以我们从实质中一形式的角度 认为你这个原材料的购买方 还是谁呀 受托方 所以它仍然是什么 假的委托加工 所以你就记住一点 是否属于消费税的委托加工 很简单 就一条主要原材料 谁提供 如果是委托方提供的 它就是真的 就是我们消费税意义的 委托加工 好 那么这里边 衍生出来另外一个问题 既然界定出来 委托加工的主要的概念了 那么大家要注意 在委托加工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税啊 消费税的税到底是怎么交的 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张玉 我们知道是一家知名的葡萄酒厂 张玉把原材料葡萄 提供给加工厂 说你替我加工成红酒 加工成红酒以后呢 然后我收回 收回以后呢 我张玉集团再把这批红酒对外销售 大家记住啊 正常的逻辑来讲 你说 如果你把原材料提供给加工厂 让他给你加工成红酒 我问大家 消费税应该在哪个环节交 你去常规去思考 你说消费税应该在哪个环节交 是正常的 其实完全从道理来讲 应该是你张玉 把红酒接回来以后 红酒你往外卖的时候 你卖多少钱 我直接就按这个价格 去乘以消费税率 10%吗 葡萄酒吗 是不是就是你应该交的消费税啊 按道理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这么做也存在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委托加工 毕竟不是自己生产货物 直接卖 而是你委托其他的加工厂 你收回以后再卖 所以税务机关比较担心什么 是比较担心这个税款会流失掉 所以我们在实务当中 是把这个纳税环节提前了 不是在你收回以后再卖这个环节交消费税 而是把它提前到加工环节 就是你受托方 你在加工红酒的时候 加工红酒完毕之后 在委托加工环节 由受托方 也就是加工厂 按寄税价格 你要代收代缴消费税 是不是把纳税环节往前提了 往前提了 所以你要一定要注意 我们提到售托环节以后 纳税人仍然是委托方 但是售托方要履行一个什么义务啊 代收代缴税款的义务 那么代收代缴税款的义务呢 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定性的问题 大家注意啊 在这个两方当中呢 一个是委托方 一个是售托方 那张玉就是委托方 加工厂是不是就是售托方啊 作为委托方来说 大家注意 委托方和售托方啊 他们在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处理上 是有差异的 咱们先看增值税 如果从增值税的角度来说 其实就是加工厂 给你张玉提供了一笔加工服务 对不对 那你提供了加工服务 大家注意 加工服务要交什么税啊 要交增值税 所以售托方是增值税的纳税人 他要交肖项 他交的肖项 就是你委托方的什么 进项税额 所以上加的肖项 是不是就是下加的进项啊 所以售托方就加工费 需要交增值税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最重要的消费税啊 消费税在委托加工当中 对双方是怎么规定的呢 首先明确一点 纳税人 我虽然把原材料提供给你了 然后你给我加工成葡萄酒 我再收回 所以大家注意 消费税的纳税人 仍然是委托方 就是张玉这家酒厂 他仍然是我们消费税的纳税人 只不过我们把这个代收代缴的义务给谁了 把纳税环节往前提了 所以售托方 他要履行一个代收代缴消费税的义务 税款还是谁承担的 还是纳税人委托方自己交的 只不过售托方要履行一个代收代缴的义务 售托方在和委托方进行结算的时候 实际上售托方从委托方那里要得到两笔钱 哪两笔钱呢 一笔是我给你加工 你要给我加工费 对不对 第二笔钱就是什么 就是我替你交的税款 我要代收代缴 你懂了吗 当然这种代收代缴也有例外 这个例外呢 我们用红色字体捐出来了 如果售托方不是一个企业 不是一个单位 而是个人的话 注意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不适用于代收代缴了 售托方如果是个人 委托方需在收回加工应税消费品后 向委托方所在地的税务机关 自行缴纳消费税 而不实行代收代缴 听懂了吗 所以代收代缴一定限于售托方不是个人 如果是个人的话 我们不执行代收代缴 这是定性的问题 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第二个问题 说我们现在知道了 王老师如果是委托加工的话 应该是售托方 他来代收代缴消费税 那接下来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 他的技术依据是什么 应纳税额怎么算 就是定量的问题 所以在代收代缴环节 他的消费税的计算 大家记住核心四个字 顺序主价 什么叫顺序主价呢 就是首先呢 售托方替委托方加工货物的话 那么加工这批货物算消费税的 技术依据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看什么 顺序很重要 首先我们要采纳的是 看你售托方有没有同类应税消费的售价 什么叫同类应税消费的售价呀 就是你张玉委托我替你加工葡萄酒 然后呢我已经加工出很多同类型的葡萄酒了 如果售托方有同类应税消费的售价可以参考的话 我就按我加工的同类型的葡萄酒的价格 直接确定你代收代缴消费税的计算依据 所以首先看什么 首先看售托方有没有同类应税消费的市场价 有的话就按这个价格来参考 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啊 就是我售托方没有生产过同类的葡萄酒 给你张玉加工的是头一次 以前从来没有加工过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用什么了 又涉及到我们一个概念了 叫组成继续价格 那你没有可以参考的同类应税消费 是不是就得用组价呀 那组价呢 在尾头加工环节又涉及到两种情形 如果你是从价增收的 我们有一个组价公司 如果你是复合集增的 我们有第二个组价公司 好我们重点看一下第一个 如果是从价增收的 例如我们刚才讲的葡萄酒 这个组成继续价格怎么求呢 组成继续价格等于材料成本加加工费 除以一减消费税税率 大家对比一下 这个组价公司啊 跟我们前面讲的自产自用 视同销售情况下 那个组价公司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前面学的组价是 成本乘以一加成本利润率 除以一减消费税率 对不对 成本和利润分别变成了什么 材料成本和加工费 所以在委托加工环节呀 大家记住这三部分 是材料成本加工费和交费税 这里边做一个解释啊 这里的材料成本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谓的 委托方提供的主要原材料的成本 听懂了吗 就是主要原材料的成本 而这里的加工费 我们要做一个解释 很多同学容易把它忘掉 这里的加工费是广义的加工费 什么叫广义的加工费呢 就是这里的加工费 既包括加工费 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带电的辅料成本 就是你加工什么消费品 是不是也要添加一些辅料啊 例如你加工酒的话 你说要添加一些添加剂啊 或者你加工卷烟的话 是不是要添加一些香精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辅助材料 这些辅助材料呢 它都属于广义的加工费的范围 所以有的人习惯的 把这个公式改成什么 组成汽水价格 等于材料成本 加加工费 加辅助材料 再除以一减消费水率 所以你要记住 这里的加工费是广义的 当然这里面还有个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不是 从价定律的应税消费品 那么我们的主加工事呢 例如卷烟和白酒 卷烟和白酒在委托加工环节 他也要代表消费水 他的主加工事 大家对比一下 和从价定律的主加工事相比 还是有差异的 差异在哪呢 材料成本加加工费 加委托加工的数量 乘以定额税率 除以一减消费水的比例税率 你前后对比一下 很明显 只是在哪个地方多了一部分呢 大家记住 跟自产自用的一样 就是在我们的分子上 多了一个什么 委托加工的对应的 从量的消费税 听懂了吗 其他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你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们委托加工的是白酒啊 还是葡萄酒 如果是委托加工的是葡萄酒 你就用这个主价 如果你委托加工的是白酒 你就要用这个主价 因为它俩一个是从价征收 一个是复合即征 这是我们说主价的求法 那么求出同类产品的价格 或者是主价的话 就可以用我们所确定的这个计税依据 乘以消费税率 就是你售托方应该代售代表的消费税 对不对 当然你委托方 和售托方之间进行结算的时候 委托方就要给售托方两笔钱 哪两笔钱呢 一笔是加工费 一笔是代表的消费税 你都在给人家 当然 售托方 他提供的这种加工服务 他要正常的交什么 叫动作税 如果是一般纳税人就成17 如果是小贵门纳税人就乘以3 对不对 那么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问题啊 仍然没有解决 还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委托加工 规定了 应该在委托加工环节 然后按照在委托加工环节的这个价格 去代收代表消费税 那么在实践当中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大家都看到了 你如果在委托加工环节 代收代表消费税的话 你这个计税价格 是你售托方的同类产品的计税价格 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主价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你在这个环节 那个计税价格呀 肯定相对是比较低的 我们假设他是80万 他算消费税的时候 如果是按80万算的 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你代收代表消费税的计税依据是80万 而我作为张玉我是委托方 我将这批红酒收回来以后 我不可能评价或低价往出卖 我们说无力不起找 一般情况下委托方会加一个利润在里面 对不对 假设他以100万的价格对外出售了 那么这里面就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呀 其实我们消费税的税机是受到侵害的 为什么 因为正常交税来说 你就应该100万来交 而由于你把纳税环节往前前移了 导致你计算消费税的依据是80万 而不是100万 中间是不是差了20万呢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漏洞 很多企业都在钻这个漏洞 说委托加工好啊 委托加工代收掉消费税 我是在按哪个金额交的 按80万交的 而不是按100万交的 所以后来啊 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出了文件 对这种情况呢 进行了明确 具体的规定呢 这是委托加工 你收回的应税消费品 如果直接用于出售的话 我要比一下什么 比一下你的对外售价 和委托方代收费稿消费税的 继税依据 他俩之间的大小 所以是你直接的对外售价 和代缴消费税的继税依据 他俩比大小 如果你收回应税消费品以后 直接对外的售价 大于我们的受托 代收费稿环节的 消费税的继税依据 那么差额部分 就要补缴消费税 相反如果你的售价 在特殊的情况下 也可能会低于或等于 我们代收代缴环节的 继税依据 这种情况下无需不交 所以受托方 他在实行代收以后 委托方 注意 受托方代收以后 委托方收回后继续销售的 并不代表他的纳税义务 完全终结了 我们又把它分成两种情况 委托方收回后继续销售 你的这个售价 如果是平价或低价出售的 也就是你对外的售价 不高于受托方的 继续销售 不代缴税 如果你是加价出售的 就是你张玉 把这个葡萄酒收回来以后 以一个更高的价格往出卖的 那就按售价缴税 当然也就意味着 你在前一个环节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就允许你做抵扣 实际上相当于把差额部分的价款 对应的消费税是不是给补上了 这就是我们最近几年出的一个新政策 这个新政策一定程度上是补掉了 这个什么委托加工环节的 这个税制上的漏洞 但是给我们考试是带来的难度 所以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实际上是很麻烦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委托加工的话 你首先得算一下什么 你首先要算一下他的售托环节 在委托加工环节 售托方他必须要履行一个什么 代收代缴的义务 那他代收代缴的话 无非俩依据 一个是他自己有没有同类产品的售价 第二就是主价 他按主价先交一次消费税 交完消费税以后呢 他把加工完的货物给了委托方 委托方又有一个实际售价 实际售价大于售托环节的 组成精力价格的 这个时候 我要按实际售价 再交一次消费税 当然我交完以后 可以抵扣掉什么 你在代收代缴环节 已经缴了消费税 相当于是对他俩之间的差额 把这部分税款补充了 当然 你委托方将货物收回以后 如果实际售价 小于我们在售托环节的主价的话 这种情况下 就不需要再提税了 因为你在委托加工环节 已经按主价 实际上交过税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点 当然在逻辑上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税法虽然规定了 委托加工环节 除非售托方是个人 售托方只要不是个人 你售托方应该履行个什么义务 代收代缴消费税的义务 那如果售托方 他就是没有履行这个义务呢 就是他应该代收代缴 但是他就没有代收代缴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我们税务机关应该如何做税务处理呢 记住 售托方啊 人家只是有一个代收代缴的义务 纳税人还是谁呀 你首先要明确 纳税人还是委托方 代收代缴的税款 售托方只是代收代缴 实际上的纳税人还是委托方 所以如果售托方没有按税法规定 去代收代缴的话 你作为委托方是需要补税的 注意还是委托方补税 这个时候我就不再找售托方了 听懂了吗 但是你售托方毕竟没有按税法的规定 去履行你的义务 对不对 所以对于售托方来说 我虽然不能让你补税 但是我要主罚你 你不听国家的招呼啊 那我怎么主罚你呢 我对你处以罚款 罚款一般是你应该代收代缴税款的 50%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说你应该扣100万的税款 这100万税款也不是你自己掏的 你只是代收代缴而已 对不对 你没有履行这个义务 弄不好最高还让你掏300万的 是不是 税款的三倍吗 这是第四种情形 第五种情形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售托方没有履行义务 那么这个税款仍然是由委托方来补的 那委托方来补呢 实践当中也是有一些变化的 为什么呢 因为委托方啊 他在收回应税消费品的时候 售托方没有带出点消费税 那我把这个收回的应税消费品 如果我收回的应税消费品 他没有在委托加工环节交税 我收回以后 如果直接卖掉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就按你实际的对外销售额去击税 你补税的话 也按照你实际的销售额去补税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 委托方收回了应税消费品 应税消费品没有带出点消费税 但是我虽然收回以后 我尚未销售 仍然放到仓库里 那这种情况下 税务机关要求我补税的话 我也只是按照哪个价格去补啊 再说一遍 按售托方同类产品的售价 或者是组成继续价格补税 听懂了吗 所以关键看你收回了以后 是直接卖了 还是放到仓库里了 如果直接卖了 就按你的销售价格 如果没有直接卖 就按前一个环节 代收代缴 那个环节的继续依据去算 听懂了吗 当然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你委托方补税的话 如果你拿回来没有销售 你是按售托方的 那个环节的继续依据去继续的 但并不代表什么 你不需要补税了 你只是补 委托加工环节的消费税 如果你收回以后 放到仓库里了 我们先补你的税 是按照受托方的继续依据去补税的 如果你将来把这个产品又卖了 然后你卖的价格呢 仍然是大于委托加工环节的继续价格 我们仍然按前面的规定 差额部分是吗 这个消费税你还是要补的 所以这里面呢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这是第二个委托加工 第三个呢 是进口环节应纳消费税的计算 那进口环节呢 我们也是区分 它是重价 重量和负荷激增 这里主要是讲呢 重价跟负荷激增 如果你是重价定律办法的 你说我进口的是化妆品呢 那么他的技术依据 注意他跟前面不一样了 没有什么顺序组价了 就是直接就是组价 所以你要说他简单呢 他也简单 他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 你进口应纳消费 直接按组价 那这个组价公式呢 大家一定要掌握 而且你在增值税的时候 学过进口环节的组价 所以你在学这里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点的概念的 组价等于 关税完税价格加关税 是不是非常熟悉啊 我们增值税那个组价公式 就是进口环节的组价 等于关税完税价格加关税 但由于你进口的不是比 不是一个电脑 而进口的是化妆品汽车 所以它是应税消费品 我们又多了一个 除以一减消费税率 所以你再次提示一下大家 进口环节的应税消费品的 主价价格应该由三部分组成 每三部分呢 关税完税价格 关税和消费税 我说的清楚吗 OK 这是从价定律 那么这里边呢 还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你进口的 不是从价定律的 如果进口的是卷烟或白酒 那么你要注意 你这个组价公式当中 应该多了个什么 不用我讲了 你应该知道了 关税完税价格加关税 加重量部分的消费税 再出以一减消费税比例税率 是不是仍然是在分子上 多了一个重量的消费税啊 OK 这是从价征收的 那定额征收的相对简单 你就是用应税消费品的数量 乘以消费税的单位税额 负荷提升的 就是我刚才重点强调的 一个卷烟一个白酒 进口卷烟进口白酒的话 它的主价跟从价征收相比 多了一个消费税的定额税 其他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三个重要的环节 这三个重要环节呢 一个是生产销售环节 主要讲的是自产自用 第二个是委托加工环节 第三个是进口环节 那不管是自产自用 委托加工还是进口 由于跟价格有关的 分别是从价定律和负荷提税 所以三个环节 它就会对应有六个不加公司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在我们这一章当中 最最重要的 尤其是计算综合题必考的 就是这六个主价公司 这六个主价公司 是大家必须掌握的 等到基础班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就这六个主价公司呢 详细的代表大家做讲解 好 消费税这一章的专题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 讲完这一章的专题以后 同样送给大家一段话 成功的路上 只有奋斗 才能给你最大的安全感 所以希望大家 继续坚持继续努力 这一切的专题